廣深港高鐵的香港段要解決一地兩檢的問題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田北辰就說 高鐵如果透過本地立法落實一地兩檢 可能會面對司法覆核 而以內地立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去實施 又會惹來政治爭議 陳家俊報道 高鐵香港段工程一再延誤 最新造價可能高達900億 還有一地兩檢的難題未解決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田北辰說 如果真的要落實一地兩檢的話 要透過本地立法 或者由內地立法 將條文列入基本法的附件三 不過兩個方案都必然引起法律爭議 本地立法一定會有挑戰 至少當年反對起高鐵那些 都會去尋求司法覆核 如果民意普遍不支持 不是因為用那個方法去落實一地兩檢 是怕有了這個方法落實一地兩檢之後 會不會陸續有其他東西 都透過這個方法 引進一些內地成立的法例來香港 所以我覺得那件事反而是更加要小心 他說如果問題解決不了 最壞的打算就是要實施兩地兩檢 乘客可能要在深圳北站下車過關再上車 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委員陶謹申也說 基本法附件三的條文主要是涉及國防和外交事宜 如果一地兩檢透過這個方式立法實施 恐怕會引來政治爭議 那你擺什麼都行 記住這次你的說法就是 我為香港好而已 香港政府都要求我這樣做 但你記住 因為基本上和基本法的另一些條文 是有違背的 而香港本地立法都不能違背基本法 而你說我找到一個情況 我就用附件三 附件三 然後就壓下來 基本法就穿了一個洞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 早前被問到高鐵的一地兩檢問題 只是重新和中央部位的初箱進展良好 但未有具體說明怎樣處理 Now TV記者陳嘉進不道